喝完了吗 行了 一会儿我还得去接宵夜 这饭会儿我就带走了 明天我接着给你送饭 来的时候把晓远带来 让她看看妈妈没事 你好好休息 妈 妈 来来来 王经理 快请坐 阿姨 听贾成说您病了 我想离走之前来看看您 我这算什么病啊 纯粹是因为儿女们闹的 不想起来 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真是太客气了 不是跟您客气 就是水果和保健品 别说您病了 就是没事 吃了也对身体没坏处 对了 那个拍戏生病的杨璐 他也应该吃点补补 我们贾成是不是因为杨璐生病 才推迟着法国之行啊 阿姨 你都知道啊 贾成真的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本来今天跟我一搬飞机 可是他改迁了 阿姨 您培养出一个好儿子 都已经离婚了 还这么照顾前妻 我们贾成就是为人老实忠厚 你看这就退迟了 请进 邱老师 杨璐姐 请进 你别下来 躺着就好 不好意思啊你 谢谢您破废了 没事没事 你快躺下 好点了吗 没什么事了 生病了还在看剧本呢 平时忙得跟个陀螺似的转 突然一下闲下来 真是有些不适应 听说贾成为了照顾你暂时不走了 是啊 因为我又牵连了他 小语今天跟我说 爸爸暂时不走了 他特别开心 杨璐姐 你跟贾成 我认为还是很有感情的 其实你们 还是可以 就是你也挺喜欢他的 是吗 那你何必 来撮合我和他呢 我要真跟他和好了 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我比起我自己 我更希望小语能够开心 贾成也能够开心 医生 杨璐姐 你在贾成心里的畏惩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爷爷奶奶 我带江苑回来啦 我的心自己 你不是说咱们遇 maintained 奶奶你都逃我了 我都穿不起来了 我这是咱们老圾你吧 奶奶想你啊 都快想病了 奶奶您命啊 奶奶看见你什么病都没有了 告诉我想吃什么 今天全满 打病一样 走走走走 看见想吃什么 下午那个王文文来了 你妈都知道了 不是 她跟我妈说什么了 说什么呀 说露露住院了 说你不出国了 那我妈什么反应 还有什么反应 不高兴 你是装病的吧 我用得着吗 你想借机留住贾成 那我可以干脆不离婚 为什么要用苦肉计呢 杨璐 你还是放不下她 可是我劝你们赶紧离了吧 只要你愿意 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个电影的女主角 好吗 感情不是交易 王小姐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我是年轻 可是当初不是你要离开她的吗 你现在不想离了吗 不管我离不离开她 我都可以确定 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还是趁早 为自己做打算吧 我认准的 我绝不会放弃 以前吃饭吧 坐满了 你打桌子人 溜的时候还要添凳子 现在可好 门可挪去 就在目楼上 不对 四六个我也个人 对对对对 小月长大了成男子汉了 都应该也算一个 是是是 爸 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们的 是啊 幸好有大姐陪着你们的 对了 我二姐什么时候就信不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她在外边 我还是很高兴了 说是找到了什么自我价值 好事啊 小冬啊 没事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等我走了再说啊 那这样 为了为数不多的团圆 爸爸 看你这才有用的 什么叫为数不多啊 你说的是时间哪 我有的是机会回来 逢天过决我肯定在吧 你要说人数 那小中小月 将来还抱个孩子回来 还有我二姐 到时候给小语添开弟弟 人数不就更多了吗 怎么说我们家都是个大家族 聚会的机会多的是 人只会越来越多 好 你看就怕不热闹 好 为热闹 来 为热闹 为热闹干杯 为热闹干杯 小冬啊 这玩意啊 小冬跟您睡啊 那当然了 他晚上上厕所 会不会吵着你 吵我也愿意 不过带孙子睡觉的日子 还能有几天哪 这回要不是因为杨露病了 我恐怕连这机会都没有了 我跟杨露说好了 您随着想小冬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已经送过来了 是啊 送过来了一会儿要接走 还不够折腾 不是我向你 你说你为了他 为了这个家 付出多少 先是丢了工作 这回又推迟了法国执行 他爸爸祝愿 你是安前马后的跑 他呢 他为你做什么了 这么点 细子无情 这话一点错都听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 那以前七年 不都是他付出的吗 只不过我把这种付出 当成他分内的事了 你没有好好珍惜 话说回来人家婚前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一个小有名气 大有前途的一个演员吧 那为了孩子 人家什么都不干了 那我怎么就不能为了小冬 丢掉工作呢 不是 您不能嘴上老师说 这个男女平等 这男女平等 也得体现在这方面 是不是 是 贾长 我现在在机场 最后一次问你 你到底走不走 我不是要留下照顾我妈妈和儿子吗 我可以找最好的医生照顾他们 我知道你有这个经济能力 但是 我不要听但是 贾长 我爱你 即使我家人给我压力 我也绝不回头 法国之心你非去不可 否则你就是违约 就算现在你不走 我还是会在法国等你 我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 我王王王这辈子到死都等你 我王王王这辈子到死都等你 告诉奶奶 晚上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做 你要是奶奶做帮我带上 我小嘴真甜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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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老年交易舞比赛 下周末搞半决赛 你 你知道这事不 组委会早就通知我了 那咱们参加不 你当然得参加 必须得呀 妈 您这个榜样得给小语啊 一直坐下去 我还等着跟你拍金婚照 行行行行 那咱就参加 那咱们就开了 开了 饱都未了啊 行了 我们走了 走 开了 爹爹 早点把孙子给我带回来 好 爸爸 我说啊 看见没有 就这么一个小孙子 要道病除 这叫孙道病除 你说说啊 左小冬没人了 林光达搬走了 我现在能指望上哪个东西 我这小孙子了 那过几天 你不还得给人还回去吗 妈妈妈妈妈妈 儿子 你这气色看上去不错啊 妈咪看见我病就好了 跟奶奶一样 你妈也病了 没什么 奶奶是想我想病的 我一回去奶奶的病就好了 昨天晚上我跟你爷奶奶一块睡的 这么大的事咱们不跟我说 我妈是心病 又是咱们一会儿给闹的吧 一方面吧 更重要的是 我大姐离了 二十五年呢 她们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会离呢 所以说感情这种事啊 如人影水 冷暖自至 别人看到的也都是表象 那还不是以前人儿仁儿 我们俩挺好的 再有呢 我想跟你说 是把你误会 觉得我用 动员全家 谁想为了都回小远 我都搞怕了 等你出院吧 等你出了院 我把小远给你送过去 是不是妈妈出院了 爸爸就去国外了 对啊 到时候爸爸呀 会给你 买好多好多礼物 你想要什么 跟爸爸说 我不要礼物就要爸爸 妈妈 你溜溜爸爸 爸爸肯定我听你的爸爸 你别走 你去拿着话 他保护妈妈和奶奶呢 你把她镜算下去 保护妈妈 这个镜 Deus 你准备关了 如果你看的 老婆 妈 梁鹿出院了 我打算把小野给他送过去 这么几天就出院了 本来就是累病的嘛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妈输啊 这妈情绪刚刚好一点 好吧 趁着你妈和康叔叔进程参加舞蹈比赛说 你妈那方面呢 我来做工作 毕竟咱们答应了 抚养权是杨璐的 咱得说话算数 可我这么不打招呼先掌后走合适吗 这不是为了让你妈参加比赛有个好心情吗 也只能这样吧 嘉诚啊 我一直想问问你 杨璐 还有邱老师 还有这个王文文 他们在你心里边都都什么位置 我以为这话你看我妈来问的 没想到您先问 你妈心里边早有意思了 她是觉得邱方好 其实呢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我跟她说 这毕竟是老孩子的婚事 咱别跟着乱掺和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 你呢要去法国 跟王文文一块去 你心里边怎么想的 怎么说呢 要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上来说吧 邱方真的挺好的 不管是做饭啊 带孩子呀 性格呀 都很好 我相信她操事家务 肯定也没问题 是个男人去到她都是三生有幸的事 可是咱反过来想吧 爸 你说杨禄 那干结婚的时候不也这样吗 结了婚以后 单出了演艺圈 做饭做得好 带孩子带得好 给老公当前内住更是没话说 后来你们提出说 想搬到这儿来住啊 她毫不犹豫 立马就同意了 她把家里所有的期许都拿出来 到了这儿以后离成了那么远 更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她性格比邱方还添加 这么些年 我从国企到外企 从底层到中层 一直在前进 可是洋务呢 这么些年 为了这个家 她一直在原地踏步 我现在才知道 有灵符一灵的生活 真的会把人逼疯 要说谁对谁错 那肯定是我对不住她 当然要不是我提出让她稀有 肯定现在婚得也不错了 爸 我舍不得她 对 毕竟我一起生活了七八年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了 你要问我选择 选择孩子的母亲 你跟康叔可是黄金组合 你要重在参与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是友谊也要比赛也要 小远 来那一定给你带回好成绩了 那也要说话 说话 说话 老康 走 走 那爸 你干吗去 走 拉拉队 天有团嘛 行了 我一会儿也要走 我要把小远给洋路送过去 真决定了 决定了 决定了就去吧 爸爸不等奶奶了 奶奶天黑色能回来 不等了 行了 走 你这刚出院 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自己得注意啊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没事 今儿拍完这戏就伤心了 我妈怎么样 你把小远送过来 她没意见啊 来 去参加法律教育比赛一下 让她心情好点啊 心情好点啊 先让她说 对了 你买了一些营养笔啊 记得吃 希望别把身体搞垮了 谢谢 小远 来 在这儿就提醒跟爸爸 道个别吧 我家爸爸老中间男子 还能要照顾你妈妈 嗯 这样爸爸就可以放心地 把妈妈交回你了 好了 就这样吧 我还得赶紧回去 跟妈做饭一起 后天我就走了 你自己也保重 你也是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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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快去吧 回来了 还没进门就听见 凯旋而归的声音了 小远 快出来 奶奶给买好吃的了 出去 妈 给你们做饭呢 就是啊 现在啊 贾城绝对居家 给我抢着做饭嘛 是吗 小远 快出来 奶奶给买好吃的 妈 甭找了 我把小远给洋露送过去 妈 小远的抚养全是洋露的 她现在身体好了 必须送过去 可是 妈 咱们可是 知书达理的人家 不是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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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儿看 这是什么 什么呀 先给我瞧瞧 马尔大夫 马尔大夫 你比我们早回来 就是干这个去了 让我伤了一下 我跟你说啊 本来是啊 要去北海道 结果地震了 说去釜山吧 海水辐射 二代夫可好 那出国可是大手笔 你中了头彩了吧 我娶了小冬 中的就是头彩 这话说得也忒浪漫 这个是个小意思 今年咱们俩 惊婚五十周年 大意思在后面 是的 你报名报了几个呀 把我也算上一个 我们两口子旅行 带一个灯泡干什么呀 灯泡 把灯泡给你照明 省了你掉坑里摔轴 这你忘了 在马路上你离开我 你连厅所里都找了找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现在不一样了啊 再说 旅行团那个导游比你门近 什么时候走啊 那明天 真是你啊 真是你啊 不是 也好 明天呢 我正好给你送营去机场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后天呢 不行啊 打歉 咱们也得等儿子走了 咱们再去 走 走走走走走 我就知道儿子一走 你保证伤心 我就为了躲这事 爸考虑的是对的 妈 就这么定 对对对 今天晚上 我就给你们收拾行李吧 我给你好好看看 看看你这里头啊 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的猫腻 对了 你们都走了 那谁陪我练舞啊 抱个凳子练舞 你最近回你爸那儿了吗 没有呢 给他打电话 我看他好像对我有意见 不让我回去 你还要把你们家打成呢 吃着饭呢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看我们家那小公子 一提起他爸 耳朵都竖起来了 妈妈 我也想知道这个温宁 你还爱爸爸吗 我也想知道 爱 比过去更爱了 看那个怎么样 看那个怎么样 什么时候买了 你不是还没把 离婚协议书 交到法医院去呢 喂 秋风 怎么是你啊 你以为是谁 我以为是董洋呢 说好的他今天送我去机场的 贾成 我有一个东西给你看 什么呀 我们今天要画一个苹果 小眼偏偏画一个风筝 他说 他每年都跟妈妈要去一个地方 放风筝 记得我和杨璐 谈恋爱的时候 经常去这儿 一起放风筝 对 当时我们俩有一个约定 说是结了婚以后 年年都来 如果有了小孩呢 就带着小孩一块儿来 如果小孩长大了 他就我们俩来 直到有一个人 先去世为止 可是自从修了校园以后 我工作越来越忙 也不知什么时候 就把这个约定给忘了 贾成 下午杨璐姐来幼儿园了 我给她看了这幅画 她眼里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她现在跟小远 就在那个山坡上放风筝 你去找他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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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好 嗯 好 小蜜,怎么办啊 笑语 妈妈妈妈妈妈妈在这儿 怎么办 笑语还够不上来 可是我想要 那得笑语长大一点 长成男子汉的时候 我们再爬上去 把他拿下来好吗 雅露 爸爸 他就像他 他就像我 他就像我 他 她就像我 搞定我 这个试试 他就像我 有一个在内衫 全是什么 他就像我 他的在内衫 他就像我 他就像我 他虽然 他就像我 我不许发光 我知道以前 是我做得不好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爸爸 妈妈 你们和好吧 我永远会比你们坏的 我永远会做你们的好孩子的 我保证 没有 宅恣 爸妈回来了 回来了 veil 回来 快点 太Bravo 快点了 快点回来了 不演戏去啦 就拍点蝕串的 在北京的 小伟也能照顾蝦嘛 好 好好 这就好 急什么 都回屋得 来 今儿我做饭 现在来看看行情精 来 来 活大下手 行 我吃下肠的 你怎么来了 正好在附近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给你买了件毛衣 你坐 看看合适不合适 应该合适 你也从来没买不合适过 看 很合适 挺好的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医院派我去静修的事 还得等段时间 你呢 还行吧 反正饭呢 我都自己做 我准备改行了 当厨师长 那我走了 你忙吧 那我送送你 对了 你等我一下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才来看我 不是 就是因为你生日 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那行 我走了 你还要上班呢 你要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事的话 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 我走了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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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人怎么见我了 这又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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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是要你现在就答应了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希望 能和你再接一次 以后的生活 我会选择多做一些家务 当然我也会有点 好 你别误会 我并不是故意讨好你 我是希望你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意 但是有一件事 你绝对不可以 什么事 不能比我死得早 所以我绝不原谅你 我可以 推荐 你 我好 你 我 这是 Zither Harp 今天有两件事值得庆祝 一呢小月来电话 她怀孕了 是吗 明年咱们贾家就是四世同堂 第二件 我老伴啊 跟这个老东西 获得了全市老年交易舞大赛的冠军 得了冠军 他们俩这金婚照也成了 已经老爸了 我也有事要宣布 好事吗 对我来说是的 那你就赶紧说 妈 前两天 光达找我说想复婚 我想了很久 小月和小冲他们都同意 这是好事我也同意啊 我也同意啊 是 露露回来 光达呢她也该回来 这回啊 咱们老贾家可就热闹了 像贾成说的 咱们是个大家庭 那不热闹可不行 是 爸 爸 我们回来了 啊 乖 美美 怎么回来了呢 准备 真马Give 真马再晝 真 Force 太好了 先快坐会儿 不太累 等我等我等了 没事没事icho 吃�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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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送人到下面 妈 高龄产妇第一胎 得重点保护妈 是啊 真真累 体力不行 真累 是吧 被抄做了吗 没有了 这不是想找我姐 给做一个吗 真是 这孩子这么不容易 因为她的岁数太大了 过两天 等我拿去做个比抄 姐夫 行啊 这么快就让我姐怀上了 我给你先出来 你姐啊 跟他们孩子有感情了 她就不想回来了 我跟她说啊 你现在有身孕了 要找个好的环境养胎 她才听我的回来了 干脆以后你们就搬过来 一块煮得了 这一家子人也可以照顾她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路上我都跟她说了 她也同意了 是吗 还告诉你老小婷 林玉也怀孕了 这孩子跟你这一碟儿伴 不是吗 可以哦 我姐姐 我们小浪没出生 再当叔叔了啊 没出生 学院不算算啊 还可以不太小了 那我们俩就是奶奶了啊 白晓冬生平第一次 觉得自己错了 他这么搅和美美的婚姻 美美却还不计前嫌地 回到这个家 亲热地叫他妈妈 其实说到底 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应该给他们空间 让他们自己选择 自己成长 你什么时候进来 你都没听见 回家睡真行 我给你啊 饱了点汤 来 在外面啊 就像您做的饭了 好喝 你瞧你 又黑又瘦的 挺着他大肚子 这半年多 肯定也少受苦 这半年多 肯定也少受苦 都是怕不好 您看您 我是不是当时 是想旅行结婚来着吗 可是又一想 那钱瞎花也是花了 还不如 干点有意义的事 你们倒觉得有意义了 你知道我和你爸 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吗 一想起你来 就心里难过 你说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谁不想把自己的婚事 办得风风光光的呀 可你呢 悄悄地办了结婚证 连个婚礼都没有 悄悄地去了西部 这儿结婚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 你是怕 给妈添堵 妈 对不起你 你 你不恨我吧 妈 我这人吧 皮屈倔 说话冲 老是噎你 惹你生气 我呢 没我大姐那么柔顺 也没老三那份聪明 我一直觉得吧 你爱她们比较多 我怎么喜欢我 可是现在 我也知道了 自己也都骂了 我明白你 都是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 都一样 手心手背 都是马尸身上的肉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别闹 别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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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大姐 大姐 给我来来来来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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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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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下 幸福是吵架之后的拥抱 是伤害之后的原谅 是纠葛之后的豁达 是混乱之后的清晰 幸福 就是大家伙在一起 相互帮助 度过各种大难关 这辈子 大难关多得是 幸福 也有多得是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遇见喜欢你 相遇见你喜欢你 相遇见你 像冬日拥抱雪花轻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尽全力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像遇见喜欢春散漫步 像冬日拥抱雪花起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尽全力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尽全力的爱恋 像这样这样的喜欢你 对你拥尽全力的爱恋 我先请你拥尽全力的爱恋